大家好啊 今天上来跟大家聊天啊 有点晚啊 现在是14点55分啊 今天是周三 嗯 二十六二十八号了 二十八号啊 周三了 这个有一位军人啊 一个军官 担任过团长 师长啊 啊 这位他写的回忆录 这个回忆录里边信息量非常大啊 涉及了很多的军中的密文吧 啊 各种的问题啊 这位呢 叫黄玉生啊 这个他在这个在他这篇文章里啊 没有他的个人简历 啊 我还特意查了一下 呃 只是查到了他的 这个军队当中的他 这篇文章写的时候 这这最近两三年军队的番号是公开了啊 原来还不公开 我查到他似乎应该是 三十九集团军 三十九集团军 一一五师 这个叫师长 叫黄玉生啊 那么之前 不是之后 这个一七年吧 大概又搞了一次军队改革军改 现在不叫三十九集团军了 叫七十九集团军了啊 而且好像是我查到了他原来担任团长 那个部队的番号叫 八一二零二部队 八一二零二团以下就没有番号了啊 团以下就不叫部队了 叫分队啊 分队 分队大概就是一个营级单位啊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 他原那个团叫铁拳团 铁拳团啊 他们这个部队原来是徐海东 程子华啊 然后和这个刘志丹高岗 他们是红二十五军 红二十六军 合起来叫红十五军团吧 啊 大概啊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这个啊 你看他这个文章题目叫 秦时明月 汉时观啊 呃 一一五师 一一五师 军旅生涯 他这个一一五师不是八路军那个一一五师啊 是这个解放军的啊 三十九军的一一五师啊 一般来说三三编制嘛 一一五 一一六 一一七啊 对应的就是三十九 三十九下边三个啊 三三编制啊 但是有可能 他后来我看到一个资料 这个三十九军 还是三个解放军里边三个重装的 重型装甲集团军 算三个王牌军之一吧 还有一个五十四军 还有一个二十 还有一个三十八军 三十八 三十九 五十四 然后这个重装军 所以后来我一看 他这编制还不止三三编制啊 算是王牌军啊 然后这个黄玉生 他这样说的 他说2016年 我写了一篇八千里路云和月 回忆这个铁拳团 军旅往事 得到战友们的喜爱啊 许多一一五师的战友 老战友哈 纷纷要求我也写一写 一一五师的军旅往事 因顾虑一不小心 会让有的同志不高兴 下不了笔 你看 这个军队里边这个人是清亚派系 谁跟谁好 谁跟谁不好 撒香的俩臭的 这挺这个现象很普遍啊 你看他说顾虑一不小心 让有的同志不高兴 下不了笔 想来想去 还是实话实说吧 只要不是恶意重伤 就不是我的错了 他的意思是你干了 你干了缺德的事 那我就这么写了 别怪我啊 1991年10月 至2000年12月 我在115师任参谋长 师长 共10个年头 39军是一支 这是我查出来的啊 他把这个某某师某某军 他都给引去了啊 他引去了啊 他出于他的保密意识啊 我查出来是39军 然后115师啊 这个我在115师任参谋长 师长共10个年头 39军是一支历史荣誉 厚重的红军部队啊 就所谓的红军师红军啊 红军部队 其前身是徐海东领导的 红25军 长征到达陕北后 与刘志丹 谢子长领导的红26 红27军 河边而成的红15军团 这个陕北红军啊 刘志丹 刘志丹是红26军 谢子长是红27军 这两支部队 他们矛盾也挺大的 并不是说在陕北的 这些人都特别团结啊 这个中国人到哪也不团结 红军也不团结 国民党军队照样不团结 伪军 满洲国军 处处充满着内讧 内部闹矛盾啊 后整编为八路军 第115师 第344旅 继而又整编为黄克城领导的 新四军 第三师 第三师的第八旅 依次严格为四爷 林彪的四爷啊 第二纵队 四爷二纵 第四师 然后啊 这个三十九军 第115师 三十九军战斗力极强 南征北战 所向披靡 战功卓著 被四爷评价为主力的主力 有三只虎之一的美誉啊 林彪部队有三个最能打仗的 这其中之一 对 跟大家说一下 刚才我查资料的时候啊 查到了解放军第79集团军 就是原来的三十九军 然后那个当中 他谈到了说 那个 谈到了说 他那个 打打下来啊 渡江战役之后 桂林等 南宁等大城市 打到了镇南关 就是中越边界 后来就改名叫友谊关 他说到了桂林的时候 那这支部队啊 跟我有一点小小的联系 什么联系呢 我的书白的啊 唐的不是亲的 书白的大掰 他那名字跟我爸 最后一个字 姓是一个姓 最后一个字也是同样的啊 然后呢 中间那个字不一样 然后这个大掰就是 三十九军的啊 我怎么知道呢 因为他说呀 他说打下了桂林 然后呢 我那个大掰跟我回忆 他一九 一九八三年 我见过他一次 后来再也没见过 后来他去世了 他去世前是 锦州军分区的副司令员啊 那就是个副师级干部 他说 他那会儿在桂林的黎江里边 就解放出的时候啊 在桂林的黎江里边 天天游泳 游个来回 后来给他调到了内蒙古 某一个要塞 他也没跟我说具体的地儿 我见他的时候 那会儿我才十来岁 但是他跟我说的细节 我都记住了 他说他在内蒙古 一个要塞担任司令 他说那就是个团级干部 那个要塞就是一个团级单位 后来调到锦州 当军分区副司令啊 然后那个他是 所谓的三八干部 三八干部就是抗战干部 他大概就一九三八年左右 参加巴陆的 最早 他是跟着高十一的 高十一杨岐良的 那是贺龙的 贺龙的独一旅 独立第一旅 啊 副旅长是王尚荣 解放以后是总参作业部部长 这就是啊 要说到这儿啊 这就是给我 我啊 了解的啊 跟我的一点小小的渊源啊 好朋友们就聊到这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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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朋友们就聊到这儿了啊 是的